現在初步了解 他的酒冊是沒有問題 至於為什麼身體會突然有這個狀況 這個我還要進一步了解 我們公司都有定期做健康檢查 然後這個相關的資料 我會主動送到主管機關 還有台北市勞動局去被查 這個我們會協助調查 傷者的部分 還有房屋復原的部分 這個我講過 我們公司會負全責 那這個應該沒有設限 就是照實賠償 那發生的這個事故 我先代表首都客運 像尤其是受傷的行人 還有這個三媽臭臭鍋的業主 以及房東都表達無比的歉意 那我們現在後續就是 協助商者送醫之外 我會負擔他的所有的醫療費用 那剛才我們已經給兩位受傷者 那個就各一個押金的紅包 那因為這個事情造成 大家的這個不安和困擾 我在這邊向大家表達歉意 那市政府的長官 他們也很重視 我這一定也表達道歉 真的很對不起 我做了得更好 直接說